孙盛川上书他是明朝人 嘉靖年间的近世 担任公部上书 其心与离主合宜 这是一个典故 这个流传于民间 八仙的故事叫金始循环 在广州有一间道观叫纯阳观 他建在清道观四年 这个道观的 朝窦台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 一个大石头 斜放着 上面刻着金始循环四个大字 这一间道观是供养李洞宾祖师 那么这个 据这个里面的这个纯阳观的这个 道长说 他说八仙里面的 汉宗李和李东斌有一天来到 珠江南岸的万松岗 现在改成叫 宿珠岗 汉宗李就想试一下李东斌对 公民利禄 是否 有贪恋之心 就指着一块 椭圆形的大石说 你供我学法 我教你把这个石头点成金 李东斌就问了 这块大石头变成金 还会再变回石头吗 汉宗李说 金始循环 这块大石变成金以后 会在五百年后 还原为石头 李东斌说 我把它变成金 不就害了 害苦了五百年后的得到他的人吗 我不学了 这个就是 在了完书记里面也有讲 这个 李东斌因为这一念心 后来就成到了 所以这个纯阳观里面有一幅对联 在形容这个故事 点时成金 立即将来 乃变时 邪先由胜 就知此念是真仙 哈 哈 好